台湾10比0夺冠 加约复门寻求四点霸 这些小朋友好开心哦 因为他们赢球了 被出国比赛到美国拿冠军哦 LLB世界少棒联盟 亚太区次青少棒赛 台湾队以10比0提前五局大胜中国队夺冠 下个月将复美国必席跟踪 寻求四点霸 正常比赛中先把投手李承勋 演出完全比赛表现最亮眼 中球控制球 先进行一个合照的动作 给他们打 他们也蛮大致的 标靶 就是好球就打 中国队王牌投手赵伦表现也很抢眼 最快球速可达136公里 单因用球速太多 投完失局13分退场 台湾队逮到机会 第五局攻城略地 一 第二 胜利 打球的部分可能就是我们比较弱的一环 加强不足的地方 到美国有好更好的成绩上 台湾阶团队 1� ellas重複— 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